今天神穿白色球衣的是客队新疆队 神穿蓝色球衣的是主队广州队 抱歉 这个神穿蓝色球衣的是客队新疆队 但晚上有点迷糊 看一下新疆第一攻 这球是交内线的 这个临着压兽把球抛出去 是没有什么很好的结果 两边的首发阵容都是大家赛前预测一样 新疆这边是亚当斯 玉长洞 克兰白克 阿布图沙拉木 以及孙重林 广州这边跟上一场比赛是一样的 幸好这球杀内线还是不中 孙重林拿下篮板 广州这边是桑尼 居明星 罗旭东 福格和郑准 郑准在上一场比赛打四川的时候 是提到首发的位置上来 今天还是继续首发出战 漂亮 这边传了一个直前内线的球 亚当斯轻松上篮并抽 这场比赛对阵双方 可以说两边场军的得分和场军失分都差不多 唯一在场军数据上有很大区别的呢 是广州这边的场军助攻是七个 新疆这边的场军助攻是十八个 漂亮 广州这边呢是由桑尼打进了第一球 广州这边呢大家都知道今年是三万元 所以呢这只广州再也不是以前那只弱驴广州了 那七个场军助攻也说明啊 这只球队更多的是靠单打来解决问题的 哦 好球 余长栋这边啊三分球新开了 余长栋在这个赛季呢给大家带来了可喜的变化 之前场军出场是16分钟 现在场军出场是34分钟 原来场军是只能拿到5.8分 现在场军是拿到17分 这球给到桑尼 桑尼篮下一个人打是三个人立马夹起来 不够外线的出手不重 桑尼篮这边啊 可怜是头一三分也没进 这球队一上来呢还都在释手的阶段 不过这边啊外线三分也再试一个 哦 这球往里掉 是被前后夹击断掉 这边裁判享受了 呃 应该是这个计时器没有回过来吧 新赛季的两支球队呢 新疆我觉得不用多说啊 是未免冠军这赛季一定还是朝着冠军的目的去前进的 那对于广州来说这个赛季啊 他们是三万元 所以呢 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想打季后赛 而且呢 想在季后赛啊 开始阶段去博取一个好名次的 但是这个表的问题还挺严重啊 是直接先来了个暂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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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现在比赛继续啊 刚才镜头是给到了可兰白克 可兰白克上一场打深圳的时候 是发挥非常出色 达到了23分 期待他今天啊能有更好的表现 新赛季这个CBA啊 嗯 计时器已经坏过好多次了 其实这个从联赛的角度来讲啊 应该把这个基础设施做的更好 哎呦 这边啊 福哥的投篮是直接被封盖了 新疆的反击 福哥今天一上来呢 是几次失手 手感都不是特别好 亚当斯给外面 看一下 又是余昌顿 三分弹了两次没进 看一下篮板球的生抢 这球被新疆拿到 亚当斯外面的三分投射 还是新疆的前场篮板啊 余昌顿这球打得真积极 这样呢 凭借这个二次进攻 先将把分叉拉开到五分 加油 加油 正准 正准手上的篮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一开场啊也没进 其实把他提到首发更多的是 为了拉开空间 因为正准有一手三分球的投篮 三分球命中率在这个赛季能达到40% 这边传球够难 但是亚当斯漂亮 这个从左侧接球接不到 从右侧绕过来 接到队友的传球上来命中 哎呦 桑尼这手感 自己再继续被打 这球打得很难 宇昌顿这边防得也不错 这球没失位 但是桑尼的手感确实不错 路沙拉姆这边被包夹之后选择分球 拥有这个压少投篮不受 桑尼吃球推荐 哇 这球啊 只是也不传了自己打 桑尼呢在打金部战打上海的时候拿到21分15个篮板 上一场打四川的时候拿到31分九篮板三助攻 广州这边呢标准的就是三个外援带对杠 除了这三个外援得分最多的呀 是CB选球创业陈英俊 是宝岛的一名后卫 现在还没上场 福格跟三个配合 福格这边吸引两个人的防守 分球失误了 新疆前场的三打一 亚伦斯选择自己来 我觉得七分的分差不要紧 要命的是广州这边啊 就福格打进俩进球 外线的三分投射 这球啊 弧度够高 这边看一下前场 漂亮 徐明欣啊自己三分投射不中 不过呢在逼抢的时候把这球断下来 来 好 进攻时间最后三秒必须得投了 哇 亚伦斯大号三分 这球啊面前就是防守人 离这三分现在还有一大步呢 这球今天打开了 正准三分晃一下突破这球有了 哎呦 没进 我看这个潇洒的姿势以为马上就要进了呢 这样呢 罗许东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 新疆这边换人 换成了希尔丽江 那咱们说到广州队这边啊 场均七个助攻 再看新疆这边呢 是场均18个助攻 所以说呢 从这个数据上也可以看 哎呦 先看这边啊 藏尼 后场抢端 前场的一条龙爆扣 哎 回过头来这边 呃 外线有三分的机会 漂亮 来这边啊 打一answer ball 新疆这边的特色呢 就是多点开花 每个球员都有进攻能力 尤其是咱们本土球员啊 发挥的也都不错 好球 这球啊 孙冬林拿着球 从后场一路推进 然后再分球余昌豆 这样一来 新疆在这一节比赛 凭借自己优秀的发挥 现在领先十一分 广州这边请做一个暂停 让咱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这边的点好三分 做好准备 三分好的球 三分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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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好准备 三分好准备 三分好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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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从镜头就可以看出来并不是很高 1米82来自宝岛的后卫 今年CB选球的状元 虽然说人家不高 但是攻击力十足 平均的每一个球都在向大家证明 就是说别看我个儿不高 但是我打球可厉害了 广州这边 局冰心是今天表现非常活跃的一个点 这样呢 局冰心也要走上罚球线 4".7分ла 7分 还有两个强盾 5%可以 不碰了 不碰了 新疆这边要换人 换上了王子瑞 换下了可兰拜克 这也没办法的办法 可兰现在是两个犯规 换上王子瑞这边 新疆实力就稍微的欠缺一点 看一下王子瑞今天的发挥怎么样 之前发挥确实不太好 来招亚当斯 轻松的突破一个低手挑篮 今天对于亚当斯的针对防守 做的真的很不好 成续 三分轮转之后 看一下这球还是打铁 亚当斯选择分球 这边王子瑞一上场之后 是率先进行三分球 新疆这边对对方三分球的防守策略是直接放空 罗旭东呢 这球也算是争气啊 命中了 不然真是让新疆这边啊 根本就不用去防了 九分分差 但是新疆这球啊 也有点拖大 刚才亚当斯看了一会儿 就是根本也没有往前去的意思 这个赢头大帽 反击啊 罗旭东是想打于昌栋 这球也没有太多花哨的运球过人 直接攻篮 是被于昌栋大帽扇飞 天冷啊 吃点火锅 汉斯布鲁一上来之后啊 还没有太多发挥呢 看一下 这低位接球 两个人上去加 选择把球抛出来 可以看到 新疆这边对汉斯布鲁啊 这个准备还是非常充足的 知道在低位成绩力很强 王子温选择自己干 打在前铁上 平均 犯规了 又是局明星制造了犯规 金水平均 军军军 军军这边两罚全冲 分差是7分 第一节比赛还有最后的1分钟 放击这还演着这 哦 这突破自己来 后面跟着的补扣也没不进 漂亮 肖恩朗 就是干抓个的 好 分球 汉斯布鲁这边抛头 这是汉斯布鲁的点 第一节的比赛还有最后的30秒 双方各有一攻的机会 三分球空了 可惜这球没进 又前着篮板 在余昌栋手里 给了肖恩朗又是双手包扣 对于朗这种跳跳难来说呀 接这种球最舒服了 面前就是空篮 赃尼 时间还有点多 压到6秒以后再打 3秒 2秒 哎呦 这球是后车步跳投 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 广州在主场以23比32 落后新疆9分进入第二节 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来看第二节的比赛 拉开了一个9分 不大不小的分参 平均 这边要汉斯布鲁上来做一个单档掩护 这边是挂出来给外援切球 可惜啊 这球是没切跑 抢断了亚当斯 抢断之后立刻被犯规 从第一节的数据方面来看 广州这边表现最好的是咱们本土球员 居民心 第一节也是打满了 拿到10分 还有两个请段 金江这边就是亚当斯 但是到了这一节呢 广州可是三爱援出战 所以这一节啊 可是广州追分的好时机 外线西尔立强的飘移三分 这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 林俊 这一个挡拆之后突进来 抛射没有 小朗拿下篮板 朗虽然来的前两场比赛啊 打得像是啥啥一样 但是上一场比赛拿到了 哎呦 就是一个三加一 陈俊 在外面防守对方的亚当斯的时候啊 就是赔上了一次犯规 让对手打四分 接着说朗啊 朗上一场比赛拿到了22分 八篮板 两出攻 还有五个盖帽 尤其最后时刻的精彩盖帽 是让新疆在客场赢下了深圳 功不可没 要知道深圳队里啊 可是有大杀气萨林杰 擅长比赛 虽然是说没有 怎么能限制住萨林杰吧 我觉得CBA现在也没有人 能限制住萨林杰 但是呢 这个 还是 由于朗的存在啊 帮助新疆赢下比赛 期待这场比赛 他能有更好的发挥 凌峻的三分球 哎呦 这球没进 看一下篮板 在希尔利江手里 找亚登斯 亚登斯杀进来 继续勾篮 哎呀 新疆啊 在第二阶段回来之后 一下把分差拉开到了15分 广州这边是怎么打 怎么不灵 广州再次请求暂停 孟州再次请求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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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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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好的 现在比赛回来 刚才给到亚当斯的数据 第一阶拿到15分 第二阶拿到6分 现在已经拿到21分进账了 这场比赛给人的感觉就是 你说两个武林高手在斗法吧 然后这边18分武艺 刀枪剑戟 新疆就拿一个拳头 就把人打死了 拳头是开场到现在 亚当斯非常轻松的突破 有接球的空切 还有自己持球的突破 广州这边在护框上面 做的确实太差了 这是内线卡位的时候 王子瑞犯规了 不够分球 这边防守太拼了 广州的前场球 新疆这边防守防得真漂亮 这球是只能让对方的小外援 强头出手 好啊 篮下 卫的也是很舒服 这边先分球 汉斯布鲁 空中了一个对抗 打成了二加一 篮啊 是为自己的年轻付出的代价 这球以为汉斯布鲁是拿球就要扣 广州这边是换下了桑尼 桑尼一开场拿到六分之后就再也没有得分进站了 汉斯布鲁加罚命中 汉斯布鲁是09年的NBA第13号秀 之前效力于NBA黄蜂路 这边是一个矮个的暴力大前锋 这球啊 是很艰难把皮球捡起来 自己先往篮板上一抛再打二次进锅 广州这边范子鲁强攻篮下是造成犯规 有朋友会问啊 说这个不大切什么时候回归 发现具体的消息啊 其实现在有点说不准 有人说呢 是11月末 或者说可能过几天啊 就会回归 但是前一段也有消息说 已经载回美国接受进一步治疗了 可能还在减肥的过程中 翻子鲁这边罚球命中 翻子鲁这边罚球命中 分差是来到14分 这第二节啊 才打了三分钟 王主任叫朗的挡拆 这球给希尔里香抵脚头三分 漂亮 你别说啊 王主任在今天上来投丢一个之后 还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组织身上 这球饼位的还不错 又是居民进 选择分球 三分九终于有了 福哥 哦 好球 可惜这一球 王主任是没能空中接力 给他狼 打汉斯布鲁 单打呀 不是狼的强项 哎哟 好好 这边田鲁是上来命中 但是那边那一头呢 福哥是直接摔在地上 看上去啊 是自己滑倒了 13分的分差 狼站的三分线要求 没人给 漂亮 这边转过身来是孙明杨 来中距离一条头 还是给汉斯布鲁硬早朗 哦 这球被冒了 毕竟是火箭救驾 希尔里香 三分 打板 侧打板 那三分九 没进 哦 漂亮啊 这边球传得很到位 但是打得显得有点犹豫 第一时间其实应该打的 曲明欣在救球的时候 这球是打在亚伦斯身上盘出界外 金江这边把王子尔翻上去 把克兰拿上来 我觉得广州到现在啊 没有找到太好的应对办法 要么就是福哥担打 福哥担打完了 是汉斯布鲁担打 可兰的三分球 又有了 广州啊 在这个点上连续吃亏 左侧底小的三分球 今天新疆这边三分球秘筑率也是够高的 12投7中 这龙狮是5投1中 哦 篮下 机会 范子鲁又一次造成犯规 当然了 我们说新疆今天啊 三分投的确实是准 可是广州也得反省 自己是不是防守强度不够高 连续地让对方在左侧底线获得三分出手的机会 而且基本都是空篮 孙なんだ 孙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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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球分球 好球 孙明杨今天一上来呀 手感是挺好的 两个长两分入场 多个分球 这球啊 裁判是没想事 看来是一个干净的好帽 上线一个双掩护 这边给希尔丽香的三分球 又有了 掩护过去啊 希尔丽香这边拉出来就是空位 分叉一下来到了21分 广州声声给新疆防出个75%的命中率 我觉得我去自己一个人去练球都没有这么高的命中率 范子铭想打篮下 这好像是广州现在能拿出来的唯一办法 这是范子铭啊 要第三次战场发球线 哎呀 这世界的共同 这世界的散场 这本集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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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是给孙岚军一个警告 这接球太难了 刚才不是一个投篮犯规 判明连续的绑洞 撤不跳投 这球是被战帽 哎呀 孙岚这边啊 今天真是开心 亚当斯啊 黄也不黄了 直接选择三分出手 今天的这个新疆啊 让人想起了NBA的金州勇士 哇 迎头写冒 可是呢 后面这边 是赔上了犯规 广州这边 昨晚欢叫 再把桑尼换回来 阿斯布鲁两发一中分差是23分 这个分差要是被继续扩大呀 我觉得整个下半场都没有什么好打的了 杨当斯 分球 余长东这边不投 还是给左侧底线投三分 反击的三分球有了 这对于广州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上线叫一个挡拆 选择分肖安朗 这球失误了 朗这边啊 看着捂着脸是被打脸了 哎呦 前掌的进攻 真是吹了一争球 真是吹了一个争球 这不是犯规 这边啊 我感觉这个 村队军都要上场打人了 不过呢 比赛啊 裁判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给到一个争球呢 就转换球权 可以再看一下刚才的回放 这方来了 哈斯布罗这边持球推荐 余长东呢 是用自己麒麟臂啊 把这球死死的爆住 有一个相持的过程 裁判出了个争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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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现在比赛继续 第二节还剩下四分钟的时间 新疆这边得分都快到60分了 外星亚东斯的三分出手 还有 这是不给广州留活路啊 平去 中军力跳投有了 撤步跳投 篮下呢 都有点小动作 不过裁判没有理会 漂亮 这球亚东斯又突出来 分球 余昌东这边转移球有点慢 不过希尔立强今天手感也是火热 出锅 这球没能打进 不过篮下的桑尼是捡到皮球 把球捕进 亚东斯又是轻松的从右路突破打陈英俊 制造了2加1 这球啊 真是没什么好说的 亚东斯拿球看着陈英俊 直接从右路超车 只能说 广州这边啊 内线补防必须要及时到位啊 咱们球6投4中 投篮是15投13中 是拿下32分 这才半场 同样是空位没办法广州这边就是不进球 小尼 大鱼冲动 连续顶 小安朗啊 在篮下已经埋伏半天 就等你投篮 直接把这球又是扇出去 今天朗在防守端表现得足够积极 盖帽方面 新疆是6个 广州没有 竹格是面前啊 一个人过去又是另一个人 两个人连续补防 可以看出新疆这边的防守强度 包括他们的防守决心 西尔里一枪的突破 大当四 第一位 翻身跳投 今天真是打得开心 篮下这边啊 是 于长洞 又一次拿到篮板 把球补进 广州这边 两个内线的外援 桑尼加上汉斯布鲁 硬是让于长洞把这球抢起来 由于长洞把这边的主意 的方向 甚至中 一个比较 三个参规 盖尼加上汉斯布鲁 罚球命中之后 新疆这边是换人 换上了阿布图沙拉姆 阿布图沙拉姆 在第一节中段的时候 被换下之后 就再没换上来 现在第二节的比赛 还剩最后的1分30秒 甲方斯给朗 朗想来一个精妙的传球 但是只是存在于 自己的想法里 给翻身跳投还不错 虎哥这球都不进 那就只能说是没手感 亚当斯分球 是被拍回界内 变相之后的三分出手 又进了 今天啊 这亚当斯 这改名呢 叫史迪喷亚当斯 给汉斯布鲁 再交回来 再交回来 不过继续用汉斯布鲁的挡拆 只能选择拔起来投 终于进入 这样呢 分差是没被扩大到30分 不过呢 第二节双方还各有一攻的机会 新疆这边也不抢攻 温温的 宇昌栋 持球三步 王丽莎 让于昌栋这么打 广州的防守啊 30分的分岔 第二节最后一攻 来看一下广州这边 竹哥要怎么处理 这应该就是自己打了 而且还选择分球 那球被刀掉 这样第二节比赛结束 新疆在课场 一下建立了30分的巨大领先 比赛的悬念 可能到这儿 我觉得也就终止了 那我们来看广州的下面场 能交出怎样的答卷 能不能把分叉再追回来 今天的对手中方 是新疆客场挑战广州的比赛 我是今天的解说孔祥宇 这是我一个人陪大家看球 我看这个直播间员的下方留言 大家问中场放的这个歌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问的是哪一首 那一首男生的歌呢 是沈木的一声有你 那另一首女生的歌呢 是莫文蔚的爱 然后现场放的呢 是Ed Sheeran的 应该是photograph 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个 我都挺喜欢的 那现在比赛继续 双方的分差是30分 这场比赛呢 让我想起了 龙师啊 去大NP季前赛 跟奇才打的那场比赛 最后也是输了30分 这边亚当斯抛射不中 福哥的前场推进 是被王子瑞犯规破坏 我们来看两支球队在上半场的数据方面 得分就不用多说了 得分现在已经写在屏幕上差了30分 那篮板球方面 篮板球方面 新疆这边是26比17 赢了9个 在主攻方面可就差得厉害了 是4比17 新疆这边整体相打得更好 福哥 桑尼 这边拿着球就是运两步 也没有好机会 福哥这边跳投不中 叫弹吉他 富哥 阿森 福哥 老 去打汉思不鲁 转身勾射 这球啊 过球 打半个球 反过来这边的反击球 是被新疆踢出了街外 现在广州打成这样 跟他们三外援手感不好有关系 这边福哥命中车 命中率应该是16投只有4投 25%的命中率 那凭借这个进球 福哥的得分终于超过10分 另一边亚当斯可就厉害了 上半场就拿了35分 还是给亚当斯 回球 这边空了 漂亮 这球不算 长虎这边啊 进行三分球 这球是吹了无效 这是 这是推了篮下两个人的互相推荡 然后 这球给了个什么 我看这手势像是争球转和球权一样 三分算了 认为啊 这个还是同步进行的 那干嘛要想这事儿呢 好保留这个疑问啊比赛继续 三分比赛继续 这边 这边浪在另一侧补防 还是起到了效果 咱们别说浪在进攻端啊 有几个时候是没扔进 但是防守端确实卖力 又是给他浪双手暴扣 浪的进攻武器库啊 字典一打开 就写着双手暴扣 外下三分加一 就写着双手暴扣 跑到这儿换上了范子银 其实上半场在范子银在场的 这段时间下 确实打还可以 在篮下有一些竞争力 查球运动 纯差回到三十分以礼 又是第一角的三分球 不过可惜新疆这边没能投中 福哥三分单打 没有了 那以前的空前跑位 对 这球是干扰球 沙拉木一上来之后 是新进一三分 再来一两分 四十分以礼 就是内线飞了一个篮下卡位的犯规 无球的犯规 虞昌栋犯规 广州这边换回了 漂亮 朗培一二加一 谁也没有想到福高会回球给范子明 现在对于广州来说呢 其实外援打得不好 还是有几个欣慰的点 第一个呢是范子明这个攻击力十足 另一个呢是这个局明新啊 状态也非常不错 出场五分钟 范子明拿七分 亚当斯连续的变相 这球自己差点运丢了 一场动阵 连续的点 然后往里突 哎呦 送帽 这是范子明的作用啊 叫范子明上线的挡拆 这球可以回球 但是没有传球的机会 平均这再给范子明打篮下 这球自己没拿稳 造犯规也没造上 打得是挺热闹 但是分叉并没有被拉回来 范子明 打得是挺热闹 但是分叉并没有被拉回来 范子明 打得是挺热闹 但是分叉并没有被拉回来 大家回去该洗洗手术 准备明天上班了 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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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欣慰的消息呢 是西江这边犯规到数了 广州可以去多攻击篮下 范子 哎呀 鲇格这边大翻译转一球失误 西江这边 西江这边犯规到数了 西江这边犯规到数了 广州可以去多攻击篮下 我爷爷老婆 我们的前景 签 coach 每个рист Häft Eh 11 其实啊 咱们台湾省最近是 出了不少人才的 不过今天 其实很期待 陈英俊的发挥 倒是没有打得特别好 漂亮 这个 这个给球给的很好 看一下这边啊 盛兰欣是抛飞了 其实在外面 可兰迈克 这边有好 一个空位的机会 但是呢 莎拉姆啊 没有看到 那么冲锚球四的时候 这一球还是有进步的空间 一场动 再给莎拉姆 给这个可莱白克 三分准重 又是左侧底脚的三分球 不过 对了亚当斯的犯规 亚当斯表现得太过于活跃 采犯说你歇着点 33分的分差了 新疆这边换回了希尔丽江 换下了王自瑞 这是还要继续砍分的节奏吗 新疆这边啊 希尔丽江跟可莱白克 都是直接下顺到三分线 左一个右一个 这边又是左侧底脚的三分球 两个人一看杨丽丽拿球之后 一左一右 心在三分线外做埋伏 亚当斯有非常多的传球可能性 平均还一三分 打了铁 广州啊 在自己的主场 好像篮筐砸坏了不要钱一样 快点 一直 这个用手指 主持人好像说 踏车了 踏车了 这边啊 我看这边啊 应该是改判了 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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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刚才这个动作还挺可爱的 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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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茂这边犯规了 看上去这犯规还挺严重的 哎呦 这首预长动是躺在地上 一直没有站起来 小卡 预长动接球出 就是打脸了 感觉还不霸了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 这球是给了希儿立枪的技术反军 那球是给了希儿立枪的技术反军 这球是给了希儿立枪的技术反军 综群立枪 骁绳立枪 这球是给了希儿立枪的技术反军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一张这是后续有这个 要打架的动作吗 抱歉啊 刚才这个我也没太看见了 好 parallels 杀人 黄 beginning 嗯好吧在这个篮固之后呢 呃广州是拿回了球权并且加发命中 加油 加油 赛场上一些小插曲 不过对于现在的比分来说 并没有太多影响 吴哥向李莎 在球中心里面的方向 第三阶还有五分钟 这球也是根本就不投 给到今天手干活的克兰拜克 克兰拜克应该是连续命中 三进三分了 吴哥的突克早上心中 这一阶段是连续的 这样广州再叫一个散屏 稍微休息 这一阶段完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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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